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我第一次在地里看到胡萝卜 它的叶子细细的长长的 和小茴香有些相似 奶奶说它和香菜 芹菜 小茴香还是远房亲戚呢 叶子的底部就是我们平时吃的胡萝卜 它大致是圆锥形的 全身上下都是橘黄色 上半部分稍粗些 下半部分细一点 就像我的腿一样 洗干净的胡萝卜 全身光溜溜的 咬上一口脆脆的甜丝丝的 吃在嘴里很清爽 难怪奶奶会经常说 萝卜小人参 常吃长精神 这位小作者为我们介绍了刚从地里拔出来的胡萝卜 它和我们常见的胡萝卜有什么不同呢 它是带叶子的 小作者先整体介绍了胡萝卜叶子的形状 和小茴香相似 这让我们对叶子有了大致的了解 为了更加详细 作者还用香菜 芹菜来比对 接着写了胡萝卜的形状 把上粗下细的胡萝卜 比喻成自己的腿 真是非常形象呢 最后介绍了颜色和口感 我们注意到 小作者在观察胡萝卜时 是按照从上到下 从外到内的顺序来写的 而且从形状 颜色 口感 三个角度 为我们介绍了胡萝卜 很好的使用了 我们讲到的 观察有顺序 观察多角度 这两个小方法 非常棒 再来看看 第二位小作者的作品 它写的是一盆仙人球 仙人球 我们应该都不陌生 它常常被人们放在室内 有净化空气的功效 真是好看又实用 接下来 看看这位小作者 观察到的仙人球 是怎样的吧 我家的阳台上 有一盆仙人球 它的形状是滚圆滚圆的 好像翡翠渡成的大圆球一样 又像一个地球仪竖在那里 仙人球长得很有意思 在那翡翠式的圆球径上 从顶部到底端 均匀地长着几条棱 就像地球仪上的经纬线 在每条棱上 长满了一簇簇 钢针式的硬刺 长长的如同刺猬一般 保护着自己 硬刺的根部 还有一座小刺 如果你不凑劲巧 还以为它软软的 毛茸茸的呢 可是你真要把手搭上去 如针扎般的疼痛 会立马让你嗷嗷直叫 小作者在写仙人球时 先写了它的形状 滚圆滚圆的 颜色像翡翠似的 这样我们对仙人球 就有了整体的感觉 圆的、绿的 从观察角度来看 是从远处整体来观察 接着又在近处 观察它具体的样子 详细描写了仙人球的棱线 以及棱上面的刺 小作者这种 由远极近 从整体到局部的 观察顺序 让我们对仙人球的形象 了解得更具体了 另外 作者在介绍仙人球时 还从形状、颜色、触感 等多种角度来观察 很好地用到了 我们的第二个小方法 观察多角度 好了 到这里 我们的第二期课程 就结束了 恭喜你 写作水平又提升了一大步呢 下期课程 我们会根据你的进步 逐渐加深难度 交给你更多的写作小妙招哦 那我们下期课程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坚持打卡好习惯 变身写作小达